- 炒牌啦! 炒牌啦! - 炒牌啦! - 炒牌啦! 現在… 又是現在 終於來到現在茶牌系列最後一集 今集有17件貨 真是怕惹死我 不止西班牙有火腿 瑞典都有自己的風乾火腿 這包瑞典做的風乾火腿賣43元有100克 開出來份量不算少 聞落子有坦淡的鹹香味 比例上肥肉不算多 每片都切得很薄 質地跟一般風乾火腿沒什麼分別 吃起來不會散修修 當然就這樣吃不配其他東西會覺得它鹹了一點 但是風乾火腿來說這個鹹度不算過分 入口鹹香不明顯 沒有吃貴價火腿那種金香味 效盡完完全全就是平時吃三文治火腿那種鹹肉味 雖然不可以說它出色 但這樣的價錢這樣的份量都叫收貨啦 輕人在捲下想夾一下三文治 辦一下常菜影張上騙Like打個飛機都是一個便宜的選擇 之後這包是瑞典羊肉沙落美腸 特價29元買回來 選擇它完全是因為我是羊肉粉絲 打開大力索的話已經聞到股酥味 如果怕羊酥味的這下應該已經扔了不想吃 它吃起來沒有支持包火腿那麼鹹 一咬下去就飄了股酥味出來 越咬就越酥 我已經算不是好怕酥的人 但我會說它股酥味未必人人都接受到 我自己就覺得它股酥味酥得來不討好 一點吃羊追求的肉香味都沒有 只有酥字 不建議大家就這樣吃它 找些東西夾一下或者用來做pizza之類 用其他材料的味道蓋一下應該會容易入口很多 不過有得選的話都是不能買好過 吃到口咸咸咸咸 開這兩罐cortel喝一下 一罐是margarita 另一罐是sass on the beach 兩罐都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開出來的泡雖然好刺 但氣不多之餘開了沒了 那些氣就走光了 罐margarita的味道其實一點都不像margarita 有假青檸味但是一點都不酸 又沒有什麼tacilla的味道 都不知自己在喝什麼東西 sass on the beach就好一點點 喝得出有土味和會味 不過酸味不夠重不夠過癮 看來酒精成分只有0.4%都預料到沒有酒味 但是最糟的是兩罐喝都是一陣代堂味 我自己就最認真 如果你真心喜歡cortel的話都可以一試 不過15元罐你買我那份啦 除了cortel他們還有sider 這支是瑞典啤梨酒 一喝下去就想起葡萄汽酒 無論氣量和味道都好似 不過講葡萄汽酒可能太old school沒那麼多人知道 其實葡萄汽酒沒什麼葡萄味 如果用多人知的東西來比較 可以說它像原味jolly sandy 但是酸一點甜一點 氣又疏一點 這支現在sider就像葡萄汽酒 但酒味濃一點 所謂酒味濃都是喝下去不適合小朋友 不過酒味更淡的清啤 話說是啤梨酒 不過啤梨味真的不太好覺 我覺得這支喝下去不算服味道還不錯 但是23元就不算好划算了 另一支是檸檬薑味酒 喝下去薑味好出 有一點點甘甘的後勁 還沒剛剛那支那麼甜和小朋友 不過就沒什麼我期待的檸檬味 吃薑啤多一點 同樣都是23元 給我選的話 我就會買剛剛綠色的那支了 之後到零食 試一下這三包來自德國的餅仔 看它好像打健康牌或自己高纖 已經想像它們會又乾又硬又難噴 誰知吃下去又不差 還可能是今集數一數二買得過的東西 三包是不同味道的忌廉芝士夾芯 那些夾芯質質都好似 不是好滑 舔下去有種好像有些很小粒的沙 那種粒粒的感覺 這包是忌廉芝士香蔥黑麥夾芯餅 它是三款裡面快餅生得最黑最硬那款 但是我不是說它伏 因為它是黑麥餅來 有黑又硬又粒粒是應該的 它硬得來都叫脆 夾芯餅的芝士味越出 反而蔥味就好突出 是加頓香蔥薄餅那種蔥味來 吃了不是好鹹 這包是忌廉芝士黑麥夾芯餅 快餅比剛剛那包沒那麼硬 咬下去有一層層那種脆的感覺 它混了一些芝麻下去 吃起來火粒感比較重 還有陣近似焦香的香香味 這個夾芯餅的忌廉芝士味就明顯一點 但是對比起其他兩款的夾芯餅味道有點單調 之後這包就不是黑麥餅 是忌廉芝士番茄羅勒全麥夾芯餅 花餅感覺上很厚 裡面有很多洞洞 咬下去有種粗粗的空氣感 勉強可以說它在三款裡面比較鬆脆 夾芯餅最突出是忌廉芝士味 加少許香草番茄味那樣 你以為它味道很穩定一定是最好吃的那包嗎 怎知我都是喜歡綠色蔥味的那包多一點 它們三款餅都是走過乾爐路線 幸好有個夾芯中和口感吃下去不像狗餅 如果它們不是15元那麼貴 我想我可能都會考慮再買 零食又點少得糖 接著有這兩包同樣來自德國的有機果汁糖 特價10元包買回來 分別是蘋果混藍莓味和蘋果混士多啤梨味 開出來的糖很小顆 大小適合小的小朋友吃 蘋果混藍莓味的包吃下去不酸不會太甜 不過不說你知它是蘋果混藍莓味的話 可能你想爆頭也想不到它是什麼味 混士多啤梨味的包味就明顯很多 酸酸甜甜感 但是蘋果味都是失蹤 雖然它們的確是軟糖 但是一點彈性都沒有 好像在咬粒軟膠一樣 士多啤梨味的包味道是ok的 但是質地真的一般 吃完糖還有兩款朱古力 這包好像手掌那麼大包的是來自瑞典的朱古力軟糖 33元大包 但是這麼大包有沒有獨立包裝不拿去派開方 真的不知道怎麼清 我覺得你證明應該叫朱古力包軟糖 它好像粒麥皮沙那麼長大 外層是這麼厚厚的牛奶朱古力 純粹就是一層不會張口的朱古力來 吃起來很甜 質地一般 有一點金塊朱古力感覺 裡面是好像瑞士糖或者鳥結糖那種黏牙質地的硬糖 包裝說是找些奶味夾心 但是其實一點找些奶味都沒有 只有甜質 總括來說是很甜 不可以說難吃 小朋友還可能很喜歡 另一包是牛奶朱古力 一包開出來又冷筒 特價13元買計落都挺便宜 它的質地比起剛剛那包的朱古力好很多 這個價錢來說都算滑 有一點辣口那種感覺 你想說得好聽一點的話可以說它濃厚的 味道就是家田版牛奶朱古力 兩款我都應該不會翻兜了 年紀大吃不到這麼敏甜 不過要清的話我想清淵和牛奶朱古力會容易一點 這這麼甜的朱古力最適合就是送咖啡 除了即飲的飲品 原來現在有咖啡豆的 兩包都是有機Arabica豆 特價39元有250克 咖啡豆來說都算便宜 低色這包是新陪咖啡 這豆都挺香 沖出來杯咖無論聞落還是飲落都很大股酸味 入口一陣酸味之後就有一陣咖啡甘味 是一陣很麻痹的甘苦味 陣味還會留在口一陣才散 另一包是Expressor用的咖啡豆 喝下底下苦味重 後面有一陣不太明顯的酸味 後勁沒有剛剛那包那麼重 兩包都是新陪豆來 我自己買豆的話好少打新陪 陣味太粗毫不是很適合我這些熟女 還有單一豆得來又不算有深度 我就覺得陣味有點悶 未至於沖來炭的level 好喝又不算 不過怎樣都好喝過職用咖啡的 喝到口腐呆呆 要拿些甜的出來中和一下 這盒是好多網友推薦的巧克力杏仁餅 哎呀我發覺現在賣的急凍食物 好多打開都沒有東西包條條 並直接黏著紫皮的 那批最軟是朱古力 上面一粒粒的不是花生果仁 而是啞落脆得來又不算好硬的焦糖碎梨 中間黃黃底那層像是雪茄了的吉士醬的質地 但你吃下去味像是甜味好重的煉奶 又不是好似煉奶的味 啡色那些是壓實了的杏仁碎梨 整個批最重是牛奶朱古力味加甜味 杏仁味不是好覺 雖然是甜但又味道那種我們吃不下的鬼佬呢 很甜 我會說拿去做cover food不錯 吃完有種吃甜品追求的滿足感 這支糖脆脆是這個批最過癮的地方 53元個對比很多即食甜品來說都不算貴 買來看門口都不錯 另外這個是同牌子的杏仁批 比剛剛那個少了朱古力和小糖脆脆 表面就鋪了漢窩的杏仁 沒有了那種脆的口感 杏仁味雖然比朱古力那款突出 但感覺都是甜味重過杏仁味 在去比之下我覺得這個批都買得過 但有比較的話 就算這個便宜幾元 都是買回朱古力那個好些 去老美終於試完幾十件貨 我想我暫時都不想去那個 什麼東西的瑞典美食狼 有哪個牌子想殘的話就留言告訴我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不用再拍這個做到偶月系列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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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